動物園為了增加收入 遲入付費馬老虎之禮項目很常見 但美國馬亞密動物園最近就沒有出禍 介印遠方,星期二在社群媒體上傳一段影片 標榜有黑子想要付費25美元,上當於195港幣 就可以在明亮環境中 和遠中的新西蘭獨有物種、奇異鳥、襯蜜互動 做出包括苦摸或餵食等零距離互動 誰知引起了無數新西蘭人怒火 正義影片中,研發工作人員還告訴遊客 奇異鳥喜歡被摸摸,和狗狗一樣 還要有人摸摸他的頭 因而田中的主角奇異鳥明顯不願意被人觸碰 而且拿入一個傷盒 不過都是被人強迫,牽開朵床處 奇異鳥不但是新西蘭特有種 同時都是國鳥和象徵 國內只有約7萬隻噴臨滅絕 原住民無利人更將他視為文化癸捕 新西蘭人為了保護這個物種 甚至舉過自力滅屬行動 極地避免打擾他的野外生長環境 所以看到被受真實的國保被如此粗暴對待 幾萬名新西蘭人怎樣忍下爐火 湧入影片留言通鬧動物園的惡劣行為 赤的發起請願患了抗議活動 還要求新西蘭總理 契普金斯為此向美科表達抗議 萬亞物動物園為了滅火 24小時內將影片下架並道歉 表示遠方犯了大錯 受到海蘭投訴 好抱歉冒犯了一個國家 再三強調不會再將奇異鳥被迫暴露在不安環境中 更不會有任何觸摸活動 而新西蘭總理契普金斯都公開聲明 感謝遠方認真對待此事 新西蘭野生動物主管機關就表示 會和馬亞物動物園討論這次情況